朋友们好,我们继续说毛泽东大传,说打AB团 我们上一节说,尽管时间不长,但是红一方面军的这个打AB团 因为这个决定死刑的这个机关设定在了纵队一级,也就是施一级 于是呢,一方面军下面的一军的也好,三军队也好的,一些个纵队就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扩大化 不仅扩大化,在扩大化的过程中,在打AB团的过程中,包括像肖克,像黄葛城啊 都不同程度的使用肉刑,使用连作法 就这种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主席为首的总前委,找不到任何的政策依据 你在总前委里找不到的,总前委没有让大家用连作 也没有让大家用肉刑,刑讯逼供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那下面都发挥主干笼笼性了,创造性的,玩这个素反,创造性的打AB团 但这些东西啊,都是毛主席自始至终都是反对的,从来都是反对的 那我们上次说,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做,那么一部分原因呢 那个老纳,老纳这个作者,他说,包括肖克在内 很多人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可能是从井冈山的斗争开始 从井冈山这个争论的时候开始,红军四军七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这个红四军和红一方面军啊,这个历史上就已经形成了啊,这样的对立面啊 尽管经过了八大,尤其是九大古典会议之后 全党思想统一了,全军思想都统一了,这种统一一定都是相对的啊,一定都是相对的 所以呢,你从肖克,就是老纳从肖克的这个人,他的这个一生,历史上分析 他觉得肖克就好像有点故意跟着毛主席对着干什么 啊,就是用王八大病时候,就王八大病之前17年,就刘邓的一些做法也是那样的 尤其刘少奇的做法也是那样的 什么,叫打着红旗,反红旗 啊,你不说要做这件事了,好,我把它做到极处 啊,啊,啊 啊,啊 林彪说的,说是啊,把毛主席的思想拼命的往左拉 啊,拼命的拉,拉到极左的程度,用你的话打你 啊,啊 啊 肖克他们当年这么干,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和初衷啊 这个东西老纳,他是很肯定,啊 我还可以继续研究,继续探讨 嗯 嗯 嗯 肉行,连做法,在红一方人军,总前委,找不到任何的政策依据,啊 但是,能够找到什么,能够找到临时中央支持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啊,这个,这个,颁布的,相应的这种,肉行的,这打一笔团的一些指导方针 能够在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呢,能够找得到 而临时中央对于,这些个东西啊,是迟以支持的太多了 嗯 那么呢,毛主席,始终是反对这么做的,嗯 忠心的,是,体现,就是1930年12月中旬,黄皮会议,啊 黄皮会议说,为什么这个黄皮会议不被一些研究素反历史的,所谓的一些专家们,重视呢 很多所谓的这方面的专家们,哈哈,啊 闪烁其词,对黄皮会议就躲躲闪闪,啊 甚至把这个会议完全给忽略了,啊 干脆就撇开这次会议,谈所谓的素反和打一笔团,为什么这样子 嗯,嗯 那么对于这个当时,啊,这个黄皮会议,以及当时的这个,啊 打一笔团,和逼供信,啊,肉刑这些情况呢 嗯,也有正直的人,啊,也有当时黄皮会议内部的正直的一些,一些个人 在相应的时候与披露了,比如说谭老板,啊 啊,就是谭正林,谭正林的回忆,啊 他说黄皮会议是在解决了军队素反问题后开的 参加会议的是军团军议级的干部,啊 还有地方党的负责人,素反扩大化,李少九有责任 那他是红一方面军的素反委员会的主席,啊 啊,啊,素反扩大化,李少九有责任 这次会议纠正了当时素反扩大化的做法 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 总前委还发了文件,以解决地方素反出现的问题 这时,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找了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问话 问他们,你们的出身都好好的,为什么参加AB团? 他们说,我们的AB团是打出来的 毛泽东同志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 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 就是这时提出来的 那,不准逼供信和要重视调查研究 就是这个时候毛主席提出来的 谭正林说,到了延安整风,就不准搞逼供信 然后呢,一个不杀,大不不抓了 这是谭正林说的良心话 很公正 很公正 毛主席从来都是反对供供信的 一方面军,江西苏区 红一方面军速反扩大化的 错误是毛主席领导下域纠正的 在黄皮会议上 这是谭老板 他在回忆中央苏区 那篇文章里面 专门写到的 谭老板,老资格的谭老板 那是这个 对于这段历史 那是极有发言权的这么一个人 当然了 就像黄皮会议 不被那些所谓的专家们 这个引用 甚至故意躲开 撇开不谈 对于谭正林的回忆 他们也是视而不见 他们也是视而不见 为什么他们对谭正林这个东西 也视而不见 对黄皮会议也视而不见 故意淹没这个黄皮会议 究其原因 事实上就是为了 证实一个谎言 什么谎言呢 就是 向英和周安来 来到了苏区中央局之后 纠正了毛泽东 好像向英和周安来 在他们来到江西苏区之前 肃反扩大化 这个错误是毛主席的责任 是毛主席的错误 而这个错误是由 后来来到这个 江西苏区的向英和周恩来 予与纠正 这是一大历史谎言 这个作者说 事实上正是临时中央一干人 触发了福田叛乱 这福田事件 他们支持颁布肉刑 普遍使用肉刑 而当肉刑 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 就军事叛乱 临时中央一干人 不但触发了福田叛乱 还再次废除毛主席多次明令 废止一切肉刑的政策 推行和支持肉刑 触发了坑口事变等多次武装叛乱 而且还严厉打击毛主席 在素反上的所谓的右倾 他们当时就是这么干的 就是这么干的 历史的事实证明是什么 无论是作为红衣方面军和江西苏区上的 这个这个顶头上司 无论是临时中央啊 还是苏区中央局 啊 这个素反扩大化这个错误啊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第一个要为素反扩大化负责任的人 啊 无论如何也轮不上是毛主席 哈哈哈哈 啊 素反扩大化的始作勇者 事实上是当时的临时中央 是临时中央派到江西苏区来的 向英和周恩来等人 而落实到江西苏区啊 那是什么是谁呢 是临时中央支持的 李文林等人 那东国根据这些领导人啊 李文林等人 那么 这又 作者又 说明了毛主席是肉行的坚对坚定的反对者 毛主席是 素反扩大化的第一个站出来纠正素反扩大化的人 第三个他的结论就是素反扩大化 打一杯团扩大化的这个始作勇者 啊 第一责任人 是 上面是临时中央 是临时中央派到素区来的向英中央来等人 到下面 啊 是临时中央支持的李文林等人 嗯 那么呢 接着呢 他谈到了李文林之死啊 什么就 就是他论 他也提到了一个第一方面 红一方面军 这个打一杯团素反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背景 什么背景 就是 红一方面军 打一杯团素反 是在第一次反为角的最紧要的关头 应该说是在关乎这红一方面军和江西干南苏区的生死死存亡之际 打一杯团 搞素反 而标志性的动作就是 是在李文林等煽动根据地的干部群众破坏反为角 这个天大的事的前提下 毛主席啊 为首的这个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 对李文林等人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把他们控制起来 这在当时啊这军情紧急之际啊自己的队伍内部出现了啊这样的这个这个这个一起又一起的叛乱 内部斗争引发的一起又一起的包括傅田事变在内的这些叛乱的前提下 情况下 那么呢大敌当前 毛主席为首的总前委 采取了果断的措施 把李文林等这些个煽动啊 这些个叛乱的或者对叛乱负有直接责任的这些领导人进行了控制 这无论如何 这都是正确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 嗯 那么呢 我们就简短解说啊 简短解说 把一些主要的东西啊主要的东西跟大家分享 事实上是什么呢 事实上这老大他的自己的研究的结论就是 没有任何的资料 可以证实说毛主席在当时曾经下令枪毙过任何一个反对自己的人 尤其是军内的毛主席的反对者 不但没有遭到丝毫的整肃 还受到了毛主席的保护 毛主席对于他们在肃反过程中 打预算过程中犯的这些个错误啊 首先是保护他们过关 嗯 这其中就包括比如说肖克 比如说陈毅 那么后来这个李文林啊 这个李文林后来就是高华的那本书里面 《红太阳怎样升起》那本书里头 把李文林写得像花一样 就好像李文林当时在江西苏区 跟毛主席成顶租之势啊 大有威胁毛主席的地位的这样的架势 事实是是这样啊 这个后面呢我们还要引用马舍强老师 专门的一篇长文反驳高华 嗯 那么这个李文林呢 这个 后来确实被抓了 那确实是被抓了 然后后来呢还被毙了 那李文林确实被枪毙了 但是 控制李文林 李文林 这是毛主席当时为首的总前委的决定 因为大力当前 那要反为脚啊 但是最后处决这个李文林 跟毛主席没有任何关系 处决李文林是有依据的 什么依据呢 就是打吉安 打下了吉安线以后呢 收缴了一些当地的信件啊 收缴了这些信件里就包括李文林和AB团有关联的信件 就可以证实说李文林跟AB团有关联 有这样的信件 甚至都像朱德他们都看到了 都报到朱德他们那去 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 事实上呢毛主席黄皮会议 纠正苏反扩大化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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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之后呢 一度把李文林给放了 郭化若 郭化若中将55年中将 他在回应录中曾经 写 记过这件事 他说他记得第二次反面角以后 抓到李文林 我参加了审问 审问后我向毛泽东同志做了汇报 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B团 于是把他放了 要把他放了 这个时候和那个迪安信件 那时候还没合到一起呢 审讯了之后 我觉得对不上去 事实上就把他给放了 所以右派的学者们 他们就故意毁消这个东西 说打一笔团 要打了四千多一笔团 还六千多一笔团 他就不说打了是什么意思 是一下全给毙了给打死了 还说打了一下之后 发现不是就给放了 给纠正了 不提 毙而不提这个事 故意模糊化 事实上李文林一开始呢 抓是抓了 但后来审完之后 没发现什么具体的证据 就把他给放了 但是这个事到了1932年的五月底 过了将近两年 三一年三二 过了一年多 三二年的五月底 在苏区中央苏区 去纪念武法运动大会的时候 李文林又重新给抓起来了 和当时他的一些个部下 又重新给抓起来了 并且是周恩来亲自下令强别的 那李文林的 那对于李文林这个人 毛主席后来大家看看那个什么 红星照着中国 新西班纪里头 毛主席跟斯诺聊天 谈话的时候 毛主席还说 还肯定了这个李文林 呃 当初开创这个东固根据地的 这个工计 啊 这个 这个红星照着中国的时候 都有记载 啊 毛主席当时说 说1928年春天由李文林 和李少九领导的游击队 开始在江西的新国和东固活跃起来 啊 这个运动以吉安一代为根据地 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了第三军的核心 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 你看 啊 就是 江西的新国和东固啊 这后来你想新国后来呢 都成首都了 是啊 啊 而这个当时的这个底子 是李文林 和李少九 他们打起来 对于他们这个历史攻击 毛主席到了延安 到了陕北之后 在保安的跟斯诺谈话的时候 还没忘记 还 谈到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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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素反夸大化的这个责任 那追究一下责任啊 那么 呃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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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作者啊 他是这样的概括 没有周恩来等临时中央三番五次严厉指示打B团 也就没有1930年5月的红色5月素反运动 没有临时中央支持者的肉刑也就没有素反夸大化 更不会发生因肉刑而激发的富田兵变坑口兵变等多次军事变乱 要说责任主要责任显然在临时中央而周恩来则要负相当的责任 毛主席作为总前委书记自然也有责任但是毛主席的责任显然仅仅是前委书记而已 如果追究责任的话临时中央主要责任人首当其冲 其次李少九萧克腾具体责任人难辞其咎 苏区中央局进行决议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毛主席早已坚决反对和纠正肉刑 肃反了 黄平会议就已经纠正了 黄平会议是重申了废纸肉刑 那么 包括后期1931年的秋天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解决父亲兵变的首领 和红二十军的干部的时候就参与父亲兵变的那些红军干部和战士 毛主席当时就明确反对明确反对要把这些人给解决掉 可以说恰恰就是毛主席的在毛主席的反对下这个李文林呢 包括他一些部下王怀什么这些人 之所以在三二年五月份才给处决给枪敌 跟毛主席当时的反对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李文林他们多活近一年是跟毛主席的反对有关系的 那么到了1931年的十一月份 毛主席以中华苏外共和国政府主席的这个身份 正式的这个指示啊 明昔停止速返 然后呢善后啊 一些工作需要的款项 当时都从毛主席的这个批示下 从中华苏外共和国的财政部还是银行啊啊 就都拨过去了也都拨过去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毛主席对于肃反和打一笔团的这个态度啊 根本态度和苏区中 派来的苏区中央局的相应中央来之间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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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 同时呢和离上海临时中央这个指示啊 这有中途 于是呢就事实上就是打一笔团啊 宿船的时候 富田事件发生以后啊 因为毛主席的态度 对于宿船扩大化的纠正等等 事实上已经被当时的苏区中央局和远在上海的离世中央认为 说有这个老毛他又轻啊 他又轻啊 嗯 那么在一年十一月初干南会议 毛主席就当时在干南会议上就已经被明确的 当做党内最危险的右倾进行严厉的批判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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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嗯 嗯 嗯 老大说 嗯 周恩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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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激愤的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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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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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